沈立修台下亂鬥十一小時 坐鎮主席台招委林靜怡 這幕冷眼淡定的畫面 被醫療界前同事痛批太冷血 臉書寫下當年值班互相打氣 咬牙撐過去的日子 難道你忘了嗎 並指出這次修法 完全就是把人當奴隸的修法 一時立委媒體醫護發聲 令人心寒 不可能忘記 我在醫療界的時候 是怎麼樣工作的 很多的朋友是不清楚 到底修法狀況是什麼的 所以我不反對大家可以批評 不過我希望批評的這些朋友們 真的先看清楚 現在的法 我們的社會不要停留在 每件事情都只說不要 自認沒對不起醫護界 但不滿電話卻灌爆林靜怡辦公室 還被網友質疑電話打不通 疑似把線 為什麼連我辦公室處理去大便 都要懷疑說我們沒有電話 沒有通 就剛好都沒有人在辦公室啊 我不知道他打來是沒通 還是沒人接 那但是我確定我辦公室的電話會通 實際的要立法院林靜怡委員辦公室 我們來實測看看 打委員的辦公室電話會不會通 一通電話打進來 同個辦公室把支電話 同時向林靜怡辦公室助理強調 上班時間一定會有人 絕對不會拔線 去上廁所只是形容詞 以立修修法倒退 被犯眾怒律委辦公室的電話 最近不管通不通 可能都在熱線中 記者正人中 從未來台北採訪報導